那下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谢老师啊 福州财献团给马祖高评价 业者访成之后呢 开始规划主题形成 结合目前的两样的情势啊 您觉得紧述成团的机会高不高呢 为什么呢 时间有限我们尽快简短的回答 来谢老师 我倒觉得 如果我们去仔细看民进党当局的具体的回应 你就会发现 这个紧述成团的机会确实是不太高 但是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存在 为什么 因为要分两不讲 民进党也不是不清楚 如果两岸彻底翻脸 民进党就相当于一拍两灯 所以我们要看到民进党在升高 对中国去中国大陆旅游的警告之后呢 你会发现上海和台北商城论坛 我们有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人员去岛内的一个一个一个寻访 台当局给批了 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显示出什么呢 显示出民进党很清楚的知道 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 他现在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在于他也需要左右交代 民进党很清楚的知道 他这个拉高这个旅游警示 其实就是要对我们的这个司法恶毒的一个有效的回应 他必须要有回应 那不能怎么办呢 中共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你这个民进党当局没点实际的行为怎么办呢 并且美国已经升高了 那你必须跟着升高 那有意思就是我要警告中国 警告你不要去中国大陆 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必须要保留一点 与中国大陆的相应连接的机会 所以台北商城论坛 我觉得大概率还会继续往下办 这是本身是个好事 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这个问题 这个采线团最后还是能去马祖 因为之前有悲观的预测是去不了的 是去不了的 但是还能去 说明什么 说明即便是形势很恶劣 两岸还是有机会 虽然我们听起来有些悲凉 因为你要倒退几年 这不是新闻 这还有我们讨论这个东西 这不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但事实就是 感觉回到了两千年 我们就好像是在崎岖的山路当中 在夹缝当中去找到一点缝隙 去透那个光而已 去在一个这个三穹水尽的地方 去找一颗小溪而已 但是两岸今天的情势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的意见就是 两岸尽数成谈的机会确实不太高 会高度的受两岸这种意识 这种形态的影响 但是我仍然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也在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的民进党的日子 未必那么好过 赖清德想要洗滴人心 想要去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任何事情操作过火了的话 最终会带来对他当成极大的一个反噬 民调已经跌了 不是一家民调跌 是几家民调都跌 如果这个民调持续下跌 跌破了他的四成的基本盘 并且这个不满意率直接高于满意率 并且满意率跌破四成的话 那么他就要想清楚 是不是还能再玩下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结合当前的这种两岸情势 不排除还是有这样的机会 而我相信 我希望的就是像历史哥这样的 岛内的理性的民众越来越多 接着刚才历史哥说的那句话 真的要站出来 要向民进党说不 要用行为向民进党说不 在民进党发动的一系列的 所谓的这个罢免和那个罢免中 用各种各样的行为 大声的跟民进党说不 因为我们要庆幸一点 就是今天整个台湾的政治生态 包括他的投票机制 还没有真正的崩坏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 对民进党有实质的制衡的可能性的 所以民进党对于党内的民意 还是有一定的忌惮的 只要能真正的形成这样的一种民意的压力 以及在野党操作得当的话 我觉得未来两岸关系仍然有风险中 继续向好发展的可能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